師傅,還有第二件事 話說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 就是2020年的8月6號 我今早看Facebook 剛好有一張我當初 在網上電台 跟MC Jean歐陽靖拍的照片 令我想起這件事 這件零二事 當然不關MC Jean的事 話說有一晚 在大概12點至1點中間 這段時間 當時還在辦公室 人有三急 在灣仔外群道 外群商業大廈的辦公室 廁所幾樓我忘記了 我就如刺 大件事 坐下一半 那時應該不是在看手機 在想事 坐下一半 突然之間 在我的右手邊 那個刺隔 它就不是封底的 沒有封底的 下面有少許通的 突然之間 有一格刺紙 一格而已 它就不是飄過來 因為我們知道 有沒有人開門關門 有時對流風 沒有任何東西 但有一格刺紙 好像有人 放在手上 然後 一聲 把這一格刺紙過來 然後我一看 我只剩一秒 沒有多了 我就在想 糟糕 我看到什麼 然後馬上想 都不想 休婦 開門 開了大門 衝進去辦公室 就是這樣了 OK 如果這樣說 廁所 比較陰 那些地方 再加上 我記得在很早的時間 我曾經去過愛群商業大廈 當時我記得 就是Emman Poon 邀請我去 不知道是什麼人網 我忘記了 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 分享一些故事 當時的我 我記得 我都有去過你們的廁所 是啊 那個廁所 都比較暗 再加上 光又不夠 那個地方 是有些古靈精怪的 再加上 他可能 當刻 我相信 可能靈體 只是想告訴你 我也是在旁邊 那你是不是要廁紙 我還沒促完的 師傅 是啊 他就在旁邊 就放了一張紙巾 給你們 甚至乎 當時我記得 好像 Edmond在拍的時間 他們 都有曾經在電台上說過 甚至乎 公司會有些東西 會移了位 甚至乎 會有一些東西 不同了 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有印象的 所以我會這樣理解 因為廁所本身 是比較陰的地方 因為廁所 再加上長期都見不到光 所以容易聚到陰 那聚到陰的時間 尤其是 在廁所裏面 有一塊大的鏡 是啊 有些廁所是小鏡 有些廁所是大鏡 大鏡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都經歷過 因為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 我在寶福山殯儀館 當時我七八歲的時候 很喜歡去拿著 即是 那時候家裡沒有那麼有錢 沒有什麼錢 然後我走去指責店 有個哥哥 就載我去寶福山殯儀館 我去到寶福山殯儀館的時候 我當時不知道 什麼叫殯儀館的車 原來有人離開了之後 放了一輛車在那裏 推進去的時候 他原來躺在那裏的時候 和升降機 他突然間的手就彈了下來 即是突然間的手 躺在那裏 好像那些推桌那裏 突然間的手彈了下來 是 那當刻我記得 那個年輕人 我拿著金山銀山 金橋銀橋 拿著紙紮公仔 那時候還很開心 拿著在那裏 很有趣 上去他的時間 我看到他 去到後樓梯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化妝師 幫他們可能整理而容 那些 突然之後一走過 拿著的時候 站在那裏 在那裏看 他的手又一次彈了下來 那我嚇到 我就 然後嚇到小朋友 就想走去廁所 走去廁所 就想著 急 突然嚇到急 去到廁所 看著鏡子的時候 我就見到 鏡子 在旁邊 看到一些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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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亦有機會會有,我亦都遇過有些做學校校工,他們亦都有說過 廁所甚至乎有時候會病領百難,甚至乎會出些大事 不過我突然講講一下,我都想起有一件都是幾嚴重的一件事 在廁所裏面有個犯人強姦了一個女人,就在廁所裏面 如是者,那個女人是死了在廁所裏面 然後那個男人是不知為何事後是無端端被人拘捕了 他是發瘋,發瘋的過程被人報警,然後被拘捕了 如是者,當時有幾個警察,帶著那個人去案發現場 去到案發現場的時候,連那幾個警察看著玻璃的時候 大家同一時間就在玻璃上看到整個當時被人強姦的畫面 甚至乎聽到聲音,聽到聲音,然後我就聽到,哇,都很神 我簡直在鏡子上好像案件重演 令到當時那個犯人只是跟他說了一句,求他可不可以放過我 我無心殺了你 但當時那個警察問極他都不肯說,但事後他們大家看完之後 就知道來龍去物,我想說一件事就是冤有頭就債有住 有時候我們所做的所有事都是有因果報應 可能這一刻抓不到你,或者這一刻未報,就事實未到 但是一到的話,我相信做多些好事會好些 對自己也好些,對人也好些 那師傅說開這個因果報應,其實我覺得 我很想之後再請教一下你一些例子 一些靈異事件,我們大家了解一下多些這件事 今集我很開心,師傅已經把我放在十幾年 心裡面十幾年的疑問解答了,OK 那下一集我們繼續請教徐凱亮師傅 其餘一些關於靈異或者因果報應的問題 OK,好,拜拜